今天是10月1号了 金河这边是冷了啊 晚上都零下 又去路了 你看冻的 一层都是这样的 不过白天还是有点暖和 白天十来度十几度的 都这样结冰了 看小灰这车 他在车我去 也挺多的 我小灰灰汪汪妹 我们来跟河有十来天了吧 小院子也没怎么弄 基本上就这样了 现在就是等着安保县 还有那个煤炭拉过来 基本上就完事了 屋里也弄得差不多了 院子反正就是这样了 这里就 不收拾了 明年人家还种菜呢 不能给他动 是不是 哎 这里也稍微收拾了一下 这是铺的那个是放炭的 然后这里 看看怎么挖个菜轿 拿然后还得盘个 大灶 看看在哪盘吧 哦 这里打了个小屋啊 可以放东西 开着呢 啊 这还是这铺铃的话呀 哎呀 瞅着这炉子 看看这个小屋啊 这个小屋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是还有点潮吧 还可以 啥子强 挺白的了 然后贴了报纸了 这里还得 再过一两天的贴吧 因为这里还有点潮 然后呢 弄完这里 贴那个塑料布 这里是盐也挺开阔的 这两天又没水了 这个 又坏了 那房东大姐啊 又拿去修了 应该是修好了 今天就拿回来了 就可以 有水了 我去看屋里乱不乱 这烟夫也洗不了 哎 车姐来水了 这行 你还不洗呀 嘿 5点了 有没水那么冷 往上流下6度了 我刚上个厕所 冻死了 暖和了 晚上不冷吧 不冷就行 王妹的东西都已经熟进来了 我感觉东西有点多 有点乱涛了 然后昨天我们去市区买了个电锯 准备把这边的木头给拘出来 要不然冬天不够 今天不是还有个朋友要来吗 小时候要把那个鹅还有羊炖了吗 啊 再不炖都得臭了 嘿嘿嘿 去木头呀 去呀 趁天前 就了半点进来 那你起呀 起呀 起呀 起 你出去我穿衣服呀 你没穿衣服 那谁睡觉穿衣服呀 嘿嘿 扶着一下 等会儿等会儿 够不到 扶着点 放在这儿就行 一个一个就拿 我先试试个电锯 因为没有玩过这个 看看怎么样 没电啊 开关呀 开关呀 是不是这个不开呀 开关呀 这个也有开关 这个牛 是 往前往后的 这个呢 这个是 是不是里边掉了 哎呀 不用 花200多块钱买一个这个 都为了聚这段木头 现在试一试啊怎么样啊 往后的 烈 没 那边有一个三角叉 专门剧木材用的 拿过来 现在在外边找了个这个 不用采了 要采 要敲 好疼的 真是太疼 哈哈 哈哈 这个是很简单的 可以unal吗 可能你们会解决上 静下不详 虽然绞hi 特殊 �下可可 哦 哦 但是要不停 你自己自己自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谁 没有了 待会儿你打一点 收着收着 接着干活的 干杯 好